轉眼間立法院第九屆 已經入到最後一個會期了 慣例上這個會期屬於審查預算會期 不過十一號時代力量 公布自己黨團的優先法案 第一優先就是禁止民選公職人員 帶A職選B職 也將礦業法排入名單 國民黨團總照曾明宗則說 以拚經濟法案優先 有關軍公教年金改革 有些被宣告違憲的部分 也希望能提出相關修法 另外也強力反對中共代理人修法 親民黨團也發出新聞稿表示 優先法案包括農業保險法 槍炮彈藥刀屑管制條例 以及礦業法 至於民進黨團 書記長李俊逸說 因為時間緊迫 不會表列優先法案 但總預算案和軍購特別條例 在這會期一定處理 原始新聞喜故 許家榮立法院採訪報導